一名怕死的逃兵正躲避后面装甲车的追击 他迅速穿过沼泽 朝树林立跑去 身上只有一把手枪 他借助数目开枪进行反击 党卫军队长耳朵被打烂 逃兵最终跌落山坡 被打晕倒地不起 任何一个士兵成为了逃兵 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处死 当军官翻看他的政见后 这名逃兵叫亨利 他不仅是一名英雄 还获得过铁十字勋章 逃兵就是逃兵 最终的结果就是被处决 亨利被处以绞刑 在被绞死之前 小队长将绳索转了半圈 就是让他受尽折磨才能死去 车子发动 亨利被悬在空中 就在他命丧当场时 一个女人用斧筒将他救下 女人名叫艾尔莎 他和弟弟保罗一起经营着农场 别看保罗有些智障 但他的按摩手法却十分高潮 亨利的颈椎一下被他治好 镇子里有一个犹太人 他竟然私藏一批黄金 党卫军收到情报后 立即展开地台时搜索 因这名犹太人早就死在了集中营 没人知道藏黄金的位置 艾尔莎收留了亨利 亨利慢慢恢复了健康 并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搜索黄金的德军来到艾尔莎的家里 他们第一时间不是去找黄金 而是进入鸡卷抓起了小鸡 艾尔莎拿起一把喷子 与德军对峙 他只希望党卫军不要全部拿走 不料 小队长德夫勒看到艾尔莎年轻貌美 就动了外心 保罗被他的手下赶到屋外 小队长就让手下按住艾尔莎的双手 强行对他侮辱 躲在房顶层上的亨利看到后 怒不可遏 突然现身 亨利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所有德军 而小队长提着裤子最终逃跑 他们知道 党卫军还会回来报复 于是三人匆忙离开这里 保罗对家中唯一怀孕的奶牛恋恋不舍 夜晚 保罗不动声响地又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早上 艾尔莎醒来发现弟弟保罗不见了 意识到他回家找奶牛了 另一边的保罗正被捡了一条命的小队长折磨 随后 保罗被党卫军抓走 纳粹军官舒尔茨召集所有村民来到广场上 几名党卫军拍完照之后 拉着保罗上了中楼 此时 亨利和艾尔莎恰好赶到 准备营救保罗 不堪受辱的保罗 一把将德军推下中楼 拿起冲锋枪 向楼下的德军疯狂扫射 结果 被纳粹军官舒尔茨一枪爆头 亨利和艾尔莎从后门进入 当他们来到楼上时 只看到弟弟冰冷的尸体 亨利扛着保罗的尸体离开这里 结果艾尔莎看到杀死弟弟的凶手 再也走不动 他打光了所有子弹 也没有一枪击中凶手 因此 亨利也暴露了位置 他立即躲进中楼 一尾手雷迟缓了德军的脚步 德军紧追不舍 亨利迅速从顶楼逃跑 一把斧头干到一名德军 赤手空拳又打死一名 近身搏斗是他的强奖 但党卫军小队长也不弱 两人打到屋外 盲军战机疯狂扫射 亨利得以逃脱 他逃到一户农舍躲藏 寡妇伊姆加德 为他包扎伤口 镇上的牧师来找女人 亨利从牧师口中才知道了 这伙党卫队 是来找犹太人埋藏的黄金的 镇长与一名叫索菲亚的寡妇 搞到了一起 索菲亚商量着两人远走高飞 但镇长却不情愿 原来他知道黄金的下落 并且还有两个同伙 党卫军军官逼迫镇长 说出藏黄金的地方 如果不说 就要杀了他的儿子 无奈镇长只能找两个同伙 准备交出黄金 不料 镇长的情妇索菲亚突然出现 他一铁先拍晕了镇长 为了安全 他让另一个男人解决了情妇 早在1938年 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反犹太人暴力事件中 镇长煽动村民 袭击了那名犹太人一家 男人被镇长一枪击毙 事后 他与两名同伙 私藏了那批黄金 等到战后再分赃 索菲亚胁迫两人在墓里寻找黄金 但什么也没有找到 只找到了一本圣经 原来是牧师发现了黄金 早就转移了地点 艾尔莎被抓到了鲁道夫皇太子旅店 党卫军军官将这里占为己有 亨利说服牧师 同意用黄金换取艾尔莎 每批黄金就藏在教堂里 艾尔莎从党卫军军官的戒指里 拿走一颗毒药 用亲热的方式送到了军官的嘴里 党卫军军官当场口吐白沫 隐恨西北 党卫军小队长和部下正在旅馆里休息 突然一块金砖扔了进来 屋外的亨利告诉小队长 他愿意用黄金换取艾尔莎 小队长用假的艾尔莎进行交换 不料他用一颗手榴弹 乍晕了亨利 另一边的索菲亚和两名同伙找到牧师 并以牧师的情妇做要挟 让他说出了藏黄金的地方 艾尔莎听到枪声 知道亨利已经出事 于是在寡妇伊姆加德的帮助下 一起去救亨利 索菲亚胁迫着牧师去了教堂 另外两人找到了黄金 结果却被三维手雷炸死 亨利在小队长的逼问下 终于说出了黄金的藏医点 他们来到教堂 满地的黄金 让小队长欣喜若狂 牧师被一枪抱头 赶来救亨利的两个女人 用火箭筒击中教堂楼顶 瞬间几名党卫军被活活砸死 牧师的情妇一把喷子干掉一个德军 小队长利用柱子 与女人缠斗在一起 结果被女人反杀 一个德军偷袭了伊努加德 女人和牧师去见了上帝 活过来的小队长掐住艾尔莎 当他快要被掐死时 亨利用金砖砸向小队长的头部 最后把金砖插进他的嘴里 艾尔莎搀扶着亨利离开教堂 哪知大钟里面还藏了一名德军 看来黄金是他的了 结果却被藏在椅子后面的索菲亚 一枪击毙 螳螂捕缠 黄雀在后 当他驾驶装载黄金的汽车远离时 又被盟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掀翻 最终这批黄金落在了美军手里 亨利找到了在战争中幸存的女儿 劫后余生 妇女俩紧紧相报 这是2023年上映的二战电影《雪黄金》 这部电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寻宝 复仇与救赎交织的故事 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性挣扎和道德两难 喜欢的朋友可以看原片 紧张刺激 不输好莱坞大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